大家好,欢迎回到Walkist Studio 在这一集我们主要讲一下大红和多拉A梦 如何极速将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建立出来的中雨石修复好 以及他们如何在日本利用小餐厅以短时间去到夏威夷 和正在当地度假的小夫会面 有一天大红就收到一个包裹是来自夏威夷的 原来是小夫记来的 就包含很多张小夫在当地度假的照片和一封信 并且耶月大红在暑假期间哪里都会去 大红当然表面上就不稀罕小夫的行为 但心中都是很想去旅行的 所以大红就求妈妈就带大红去夏威夷玩 但是妈妈就认为长假期期间出去旅游景点会很逼 所以就拒绝了大红 大红就说只要任何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妈妈的观点是不想花一笔钱 但是换来辛苦 大红对于父母是不喜欢旅游而感到很无奈 只不过大红的旅游之心 就似乎并未因为这样而放弃 所以就逆求多拉A梦去借随二门出来 使大红可以即时就能够去到夏威夷了 但是多拉A梦就说如果是出外旅游的话 就当然要坐飞机又或者是船 这样的旅游才是有意思的 大红就感到很失望了 并且去到整群家 原来当时伴府和出木颤都在场 大家就分享在暑假期间是到了哪里旅游 使大红的心情就随即跌到谷底 首先就是出木颤 他给大红看到的照片是一些月球等等行星的照片 原来出木颤虽然没有外出旅游 但是他在难得的长假期 在家里每一晚都是拍摄这些照片 并且希望将来去到这些星球 而正香就去了北海道 并且向大家展示六球组的纪念品 六球组是北海道阿罕湖的一种水草 正香就买了有关的纪念品回家 而伴府就去了春方洞 那里有很多的中雨石 伴府就向大家展示中雨石的碎片 大家最初都以为是商店的纪念品 但是就弄得很逼真 只不过伴府就说这个是真的中雨石 他就弄短了其中一个出来的 出木颤听到之后就觉得很生气 并且谴责伴府的所作所为 原来是因为整个中雨冻石的生产时间很长 正香就说採摘是违法的行为 出木颤随即就说生产过程随时用上几千年 使得伴府开始就自己的行为 而感到很惊慌 同时大红虽然是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但是就跟伴府说 随时用上几万年去形成 伴府就更加害怕 只不过大红就说要布警 将伴府拘捕的时候 使得伴府就变得很生气 并且追着大红 大红成功地走回家 多拉A梦就说这次是伴府的不对 只不过大红对于其他角色 在假期期间能禁我出旅游 就感到很不愉快 多拉A梦就想到 他有一件法宝就叫做连月压缩枪 可以帮大红出外旅游 大红最初年感到失望 但听到多拉A梦就说可以帮他去到夏威夷 使得大红变得很期待 而在当日的晚上 伴府就突然之间到访大红家 原来伴府就为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很惭愧 所以就希望多拉A梦可以帮手 就为自己所做的事去作出补偿 多拉A梦就答应帮手 并且就说刚刚好可以去试用这件连月压缩枪 他们就去到中雨石洞 伴府就带多拉A梦去给他破坏的中雨石 多拉A梦就利用法宝 就将中雨石回复正常 平时需要用上几千年的成果 只要多拉A梦的法宝至世之下 不用一分钟就能够回复远营了 一班人就感到很开心了 伴府也都很放心地回家 然后大红就利用徐烟门 去到北海道的阿罕湖 并且在湖上就使用法宝 以最短的时间去产生出六球组出来 但是大红产生的就太大了 所以多拉A梦就在湖上 就利用法宝的液载生光线 就打回远营了 最后多拉A梦为了达成大红的心愿 所以就在湖边出发 并且利用小船去夏威夷 多拉A梦就利用法宝 向着夏威夷的方向发射光线 大红最初就认为 利用小船去夏威夷 实在是太乱了 多拉A梦就解释 说夏威夷是会朝着它们的方向而来 是因为地球的表面 是给多个板块包围 而夏威夷是位于太平洋的板块 每一年是会向西去移动几厘米 并且逐渐靠近日本 多拉A梦就利用这件法宝 使到夏威夷移移动去日本的时间缩短 并且利用这一点 多拉A梦就利用小船 小船就突然大红去夏威夷 多拉A梦和大红很快去夏威夷 那时候小夫正在六次享受 很快小夫就看到海边有一只船 原来就是大红和多拉A梦 小夫看到之后就被吓了 面色也变得很清白 最终大红和多拉A梦就利用随意门帮家 大红就利用法宝 把光线射向月球 因为在正常情况下 月球是距离地球越来越远 所以大红就利用逆光线 就把月球拉回去距离地球较近的位置 怎知就跌得太近了 并且开始遇到大红的家 多拉A梦就急急地要求大红回复原形 故事就这样完结了 在故事当中的正香 所展示的六球组的纪念品 其实真正的六球组 是属于贡球组缸小球组科之一 是在水面浮生的植物来的 能够在简单的光红作用当中迅速繁殖 只需要二氧化碳 水、阳光和矿物质就能够生长 而半虎所破坏的中乳石 是一种熔岩生产物 在碳酸岩岩地区的洞穴 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当中 以及特定的地质条件之下所形成的 当中就包括故事当中的石柱 中乳石是属于滴水石 形成的时间就很漫长的 而由中乳石所形成的洞穴 又称为中乳洞 即是在故事的中段 多拉欺望他们去进行 補救那时候的所在地 夏威夷州是美国五十个州分之一 是一个岛序 距离美国的本土 大约有三千七百公里 那里最大的城镇 就是檀香山城区 根据2019年的人口估算 那里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五万 另外那里的气温差距是不大的 当天最低是大约18至19度 而夏天平均就是三十度 而夏威夷的主要机场 就是丹利尔井上国际机场 除了美国本土的航船之外 还有前往少量国家地区的国际航班 例如日本东京和关西 南航台北和文告州等等 除了美国和夏威夷的本土的 夏威夷航空和美国航空之外 其他地区的航空公司 例如中华航空、日本航空 和韓亚航空 都是有提供航班去到夏威夷的 如果由香港出发 就可以考虑在台北、东京 又或者南航等地转机去的 最后如果小福一家人身处 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相信决定也是不能去夏威夷旅游 然后就和身边的朋友晒命了 最多都是只能够利用旅游车 在日本不同的府院游换 更甚至在当东京宣布緊急状态的时候 一班的主角也都只能够留在东京了 又或者可以求多拉A梦 带他们去进行时光旅行 因为如果利用随意门去外地的话 随时可能会被视为非复入境 而被拘捕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欢迎CLS三部曲 comment like and share 这条片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请按旁边的钟仔 当我们有新影片推出时 大家就可以即时知道 另外欢迎大家like我们的Facebook 和Miri的Page 和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拜拜